近日,山西运城以小区打造五狗社区,不养狗才能买此房备受关注。 2月27日,在该小区内,多处墙上张贴着关于全面进口的相关标识。 这家小区的开发商称,这是为了打造优雅和谐的居住环境。 应广大消费者要求,对新开发的小区设定进口条款,于2017年7月发布了进口公告。 主要一个原因就是业主投诉,再一个就是这两年,社会上恶狗商业的事件也比较多一些。 就基于这两个原因,公司出台一个通知。 新老小区之间用铁栅栏隔开,走进老小区,不时能看到有居民在遛狗。 据了解,进口条款只针对新建小区,在居民购买房屋前,开发商明确告知小区禁止养狗。 双方资源签计禁止养狗协议,对于已经入住的居民区采取倡导的方式引导居民文明养狗。 从心理上,怎么说了,是支持的,行为上是支持的,但是感觉心理有时候多少有点过不去吧,因为孩子比较喜欢住。 这一规定,也有一些人认为,这种属于开发商的自我商业炒作,对此,开发商否定了这一说法。 我觉得这不是,一直想把各个小区打造成一个文明和谐,幸福的维化社区。